大家好,我是杨风 上一期我们谈到自从贸易战开打以来 各国之间相互之间的得分与失分 今天我们要针对于如果贸易战持续开打下去 它对美国的通货膨胀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首先看一下全球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二三十年的全球整体通货膨胀的环境 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就是中国因素 中国自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它凭借了低成本的劳动力 还有廉价的土地优势 它吸引了国外庞大的资金进入中国 到中国投资设厂 这些厂商所生产的物品 这些物美价廉的物品 又输出到欧洲 美国 还有日本 等西方国家 所以在过去的二十年 二三十年 整个世界都享受着来自中国的廉价产品 但由于中国各行各式的廉价产品 闯入大量的闯入西方发达国家 这些廉价产品充施了他们商场的货架 它因而造成了全球一个低通货膨胀的环境 美国在克林顿执政时期 大约是1990年代中期到后期 有不少经济学者还有股市的分析师 他们这样提出来 他们说世界从此进入一个低通膨的时代 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 因为在1980年代 美国是处于一个高通货膨胀的一个年代 但是到了1990年代 尤其是中期以后就不一样了 这个还有另外一个佐证 这个到了19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初期 这个苦于经济增长 还有经济停滞的 并且是通货紧缩的日本 他们有学者提出来 他说中国对全球输出的通缩 日本人他怪罪中国 说我们这个这十多年来 我们的通货紧缩的这个经济 这个至少有部分原因是你们中国人造成的 因为你们对全球输出了这个廉价的产品 害得我们日本这个房价跌 那个物价也在不涨 反而是跌 所以日本怪罪了中国 在这个全球第一通货膨胀的环境 一直到2000年那时候 由美国引起的这个科技股泡沫崩裂 才这个经济增长才停止 然后到了2008年 就是美国这个金融危机扩散到世界 从那时候开始 全球都面临一个通货紧缩的压力 大家不断的印钞票加码 想要刺激股市 刺激房地产 让经济好起来 不止美国 中国也是这样做 全球各地都在印钞票 但是一直到今年 其实美国从去年开始就通货膨胀就有一点要上升的压力 刚开始的时候 美国人是高兴的 因为通货膨胀上涨 那表示说 这个经济会有 因为就是经济有繁荣 所以让通货膨胀会慢慢的提升 一直到今年 这个联组会也要加 这个美国联组会也要加利息 但是这个情况到了三月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变数 三月的时候 特朗普在三月的时候 对多个国家 征收钢铁 还有铝产品的关税 从那个时候起 美国正式掀开了全球贸易加征关税 也就是贸易战 尤其是美国对中国进口的产品 关税有500亿美元加征关税 现在又要商讨 这一两个星期要商讨说 要不要加征2000亿或者2000多亿 但是中美这个贸易战 还有钢铁和铝产品的加征关税 迅速的扩及到了全球其他的贸易伙伴 欧洲、日本、加拿大 还有墨西哥、韩国等 这个可能会对这个通过不上 马来西亚的变数 这个在贸易战开打的初期 因为这个金额小不是很大 比如说就算美国要 已经针对中国要加征500亿美元的关税 但是还刚开始打 刚开始打的时候 商人他可能会先 在开打之前多进口一些产品 来囤货就囤积起来 以硬硬 这个可以由上个月 8月的美国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 可以看得出来 两国之间的进口 不降反征 但是如果这个贸易战持续打下去 那么无可避免的 有些物价就会开始慢慢的上升了 尤其是如果美国决定要对中国开征 加征这个针对2000亿美元也好 或者2600亿700亿也好 要加征这个关税的话 这个对物价的上场就会压力就会开始慢慢的显现了 尤其是这个产品的这个进口产品不是说我今天买一个东西100块钱 就是就是100块钱 只有这个货物不是的 因为中国对美国出国了许多的半成品 还有一些成品 除了成品之外 还有半成品 还有零件 零部件 组件等 如果算尽这个零部件跟组件对美国的影响 那就对这个美国物价的影响就很难以估算了 我们先来推展一下 如果通货不上真的上扬 它会美国产生什么样的效益 我们来看看这一张表列 这个推理是 如果通货膨胀继续上扬 那么美国的联准会必定会提高利率 而且不止一次会不断的提高利率 如果利率上扬的话 那表示金融成本将会提高 它会对于美国房地产的贷款 还有学生的贷款 的成本 这个都会增加 这样子就会影响民众的消费力 而影响民众的消费力 就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高度仰赖 国内内需的一个 这个经济的增长的一个国家 再过来 如果这个利率上扬的话 会加添政府国债 国库债券的这个利息的负担 那利息的负担加重 也会推高政府的财政赤字 那么另一方面 利率提高也会对公司债 增加公司债的利息负担 而利息的负担增加 也会推高 美国公司 尤其是上市公司 他们的获利会减少 也就是EPS Earnings Per Share 会降低他们Earnings Per Share 那降低Earnings Per Share的后果是什么 那就是股价 公司的盈利下跌 股价会下跌了 再过来 如果通货不上上涨 这个利息增加 这个影响了这个 增加了这个政府的赤字 整个下来 又影响了民众的消费 那么对美国股市 会有很大的压力 股市就是不喜欢 利率上涨的 不喜欢高利率 尤其现在美国股市 已经在相当高的一个高位 不断的创新高 S&P 500 Stand-on Pool 还有NASDAQ 科技股 他们上涨 这样的压力 对美国来讲 是 可能会超乎他们想象的 因为这是一种循环的影响 美国向来都很重视 国内消费 民众的消费能力 美国向来都很重视 他们股市的繁荣 因为美国有很多人 他们是靠退休金 就是41K 投资于股市 美国人本身是没有什么 存款不多的 美国的财富靠两个 一个是41K 就是他们退休基金 第二个就是他们可能买了一个房子 这个房子如果付了30年贷款 房地产付清了之后呢 将来他们可以把房子卖掉 然后找一个比较对消费低的地方 或者是税率低的地方去退休生活 如果股市下行 再加上房地产如果有压力的话 对美国的经济是有影响的 我们根据过往的例子 如果民众一旦消费下来 或者是房地产都有可能拉低 这个股市都有可能会带来 新一波的这个经济衰退 就是recession 那如果这个情况发生 而且美国一意孤行的要坚持 要打这个贸易战 不但对自己的经济增长 有很大的压力 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 也是非常的巨大的 我们刚刚提到 这个通货国战 如果持续打贸易战下去 这个物价的上涨 因为成品零件部件 都会有一个叠加的效应 这个估算真的是很难以估算 那其实美国 我一直认为美国 要打这个贸易战 但是他们自己也不是很有底 因为打到哪里 没有人知道 因为这是全所未有 前一次那就是在1900代 3000代那时候的大萧条 已经过了将90年了 所以全球没有人知道 什么是底 什么该怎么样的走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请大家持续的关注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面几集 我们将有机会 将谈谈美国股市的 在贸易战的影响 它可能会影响 它怎样的一个走势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下转发